15年實質心智沒有改變的 外食族的物價指數不斷攀升的 大家感受最深的 當大家對執政團隊沒有信心 當大家對食品營養沒有信任的時候 你丟這個五年三十二億 我說得白啦 切才沒辦法再打瓜啦 一年五六億做什麼事 一個五陽高價花多少錢 一個逃機花多少錢 大家績效怎麼樣 回到主持人問題 只要談到兩件事 我開始頭皮就發麻 那就是實業漲電 又是正所稅又要修了 所以我們去年折騰一點 我請大家看國際新聞 看李克強跟梅克勒昨天談什麼 一定兩個方向 再生能源跟網際網路 你把新聞給大家看 他們都滿腦子 在進行第三次公約革命 6月7號歐巴馬 習近平除了談戰略以外 一定談這兩下 再生能源加網際網路 有嗎 我們用這些國際領袖 中德或中美在談 來檢驗我們的領導者 一團降福嘛 還留在2008年以前 我再提到兩件事 一年來 中油台電績效怎麼樣 如果沒有績效 就沒有資格漲電 行政團隊績效怎麼樣 如果沒有資格 你憑什麼提出這些啊 回到受險 受險投入公共建設 有兩項具體的 他們提出來了 桃園航空城 自由經濟貿易區 投進去 有具體實施步驟嗎 還是我本能的 提振國內投資事項 通通是土地炒作啊 有利財團啊 怎麼不點出來呢 還是你投進去 蓋了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 高雄威武營區 你經營不下去 文化部 你來經營 試來一下我不知道啦 我說喔 百分之九 就是帶領華爾街99 實質薪資十五十六年沒改變 他購買力沒有啊 有錢他等於存下來啊 以備不時之需嘛 第二點是圖佔了百分之一嘛 土地財團嘛 受險或 送保安的流程嘛 我回答我的結論喔 如果這個政府沒有具體的目標 跟實施步驟 沒有價值信仰 那提出來 這叫五感記者會 一個大企業家跟我說啊 他不信任這個團隊 為什麼 他跟我講我引述啊 我不知道平早兄會不會同意啦 行政院三長都不是財經出身的 我們的 直戰團隊裡面的財經手段 通通學聚過來的 沒有實務經驗 這大企業家說 看他們這樣啊 我吃自己 哭自己啦 你是不是這種我不知道啦 政府是剁手耶 今天是大夫開記者會 聽完這個記者會 我建議看啊 我今天晚上回家 我寧願再買紀錄片 買錄影帶來看 看什麼片 大家就看少年拍的喜歡漂流嘛 我看那片還舒服一點啊 還虛擬實境啊 如果照你這個做 人民去一肚子火大 越想越火大 然後就是要說 你們這空包蛋嘛 只是在呼嚨嘛 為記者會的記者會 這一點是不是請平早兄 如實的懷孕好不好 李市長 這個案子真的五塊兩球 碰一下 全部就沒有了嗎 我印象中 以前在當地法人 從經國先生 後年李登輝 以前只要振興景氣的案子 企業界奪關 記者一定要寫好幾個版耶 怎麼提這個案子 大家接受是在炒冷菜 好 冷菜 好 我們不要談它 至少你不要澆冷水啊 十月份你不要再漲電槍 這個不能好好去宣佈一下嗎 第二個 這種事情是要先鍋蓋 要小心一點 怎麼先 真的是大家可以接受 其實可以上去的才重要 這個我想啊 剛才幾位啊 特別提到了 這個提振國內的這個投資啊 那麼我們要來回想一下 民國七十九年制定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一實施二十年 也造就了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跡 就在那個二十年裡面 那那個時候啊 有很多的優惠措施 就是獎勵 政府啊 獎勵投資 然後租稅 很多的這個獎勵措施都出來 結果真正把台灣的經濟啊 真的提振起來了 所以啊 我一再地在 很多的機會裡面啊 一再提出來說 我們現在的政府啊 沒有新的創意 能不能把舊的先拿出來研究看看 看人家怎麼成功 那邊呢 當年呢 十年裡面 這些措施有沒有現在可以用的 我們在提醒說 金國先生連電費都不管隨便漲 油價不敢隨便漲 那這個拿出來檢討一下 有一些仍然可以用啊 有一些可能要修改一下 因為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對 那麼但是當時能夠那麼成功 就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嘛 那麼你拿出來檢討一下 這些措施哪一項 現在可以用 修正一下可以用 那麼才能夠真正引起大家 到台灣來投資 國際來投資 跟台商回流來投資 那你有投資 自然就有就業 有就業就有所得 有所得才有辦法出來消費嘛 那所以你要提振消費 你是必須要先讓人民有所得嘛 你沒有辦法提升所得 你叫它消費 它什麼都不敢消費啦 所以我們認為說 現在是個非常時期 你能不能提出來 比以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還要更有效 更積極 更能夠刺激經濟投資的這些措施 提出來嘛 這是我們當時一再的產業界 一再跟行政的溝通 你能不能再提一些更有效的辦法 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們就是說 電費啊 在去年要漲電價的時候 我們一再的呼籲啊 這個電價不能漲 因為當時我們的經濟啊 去年大家都還記得 從百分之四點多 每一季就降一個百分點 降到第四季的時候啊 大家提到了說 保一總隊 可能都保不住了 最後雖然是保住了 但是一點點 百分一點點多而已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說 如果再漲電價的話 恐怕我們台灣的很多企業 很多民間都受不了了 所以我們建議說 暫時動漲 那麼很快啊 今年的十月又到了一年了 那這一年呢我們看看 現在的第一季 我們原來預估是三點多 現在出來了 第一季已經出來了 一點多 那也就是說 連一半都沒有達到 第二季根據我們產業界 自己的評估啊 大概會比第一季稍微好一點 但是也沒有辦法達到3%的成長 那麼第三季是產業界的旺季 應該會好一點 但是可能今年要達到 原來預估的所謂三點多啊 我們認為是不大可能的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的電價是不是要漲呢 我們覺得請政府啊 還是再思考一下 這個啊 這個啊 才是真正對產業 對國民啊 一般的老百姓 最直接最有效的一個 刺激的一個方案 這才真的特效要 所以我想這個才是真正是有效果的 對 這一點啊 大家是不是能夠來好好思考一下 好 大家都知道 電力是經濟之母啊 今天連記者會記者都趕快去提醒 你要提升景氣的時候 你自己在澆冷水 結果我們行政長說什麼 既定的計畫 經濟部部長也說要做 你自己澆冷水 景氣不是會越糟嗎 我們再提醒一下好不好 十月份這個事情好好再想一下 另外呢 經濟部在 行政在談經濟的時候 馬總統今天在兵推 到底推得怎麼樣 怎麼會引起某些爭議呢 來 姚珍 好 這台飛爭議到現在還沒有落幕嘛 但是大家也還記得吧 這之前馬英九總統不是告訴大家說 我是最愛好和平的 所以呢 這之前呢 我們派出去去南海這些船艦啊 是互於行動 而不是所謂的軍事演習 是你們誤會我了 我是這麼的愛好和平 但是這一句話呢 其實呢 說不到五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在今天的時候 去看到呢 馬英九總統在這國安會的安排之下 是來進行的這所謂的 政軍的這個兵推 甚至呢 我們還看到馬英九總統 是首度搭上了這一輛 也就是呢 這國造的雲爆甲車 要來前進這所謂的指揮所 但是啊 人家不是講說這演習 視同作戰 甚至兵推當然要視同作戰嘛 可是馬英九總統啊 搭上了哪一輛的這個裝甲車 哪一輛的這雲爆甲車 是被拍得一清二楚 而且呢 根據呢我們去採訪的記者還講說啊 當時呢 這外圍還圍了這麼一群的這個 大陸的觀光客啊 看到馬英九總統 是立刻的拿取這照相機 就立刻拍個不停 甚至我們還看到馬英九總統 還很高興的 向他們揮手致意這個狀況喔 但是這個情形呢 真的是OK的嘛 而且是不是很奇怪嗎 這會不會有所謂的 洩漏這國安軍事的危機的問題喔 但是最奇怪還在後頭喔 我們還看到這一次的 兵推的規劃的內容 其實呢 他是告訴國安會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呢 這一次有針對所謂的東海 還有南海兩個區域 發生軍事衝突來做假想喔 當時呢 這外界就看到說 哎呦 是針對所謂的南海軍事發生 衝突耶 大家就想說 難道這馬英九總統又硬起來了嗎 難道是因為所謂的 台飛的爭議還沒有落幕 所以是要來做這一次的兵推 是要來宣誓我國的軍事的實力嗎 但是啊 這總統府還有府方 還有包括國安會 又跟你講說 欸欸欸 是你們想太多了 而且你們誤會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 所謂的兵推啊 的這個想定呢 是跟這個菲律賓的公務船 來射殺我國的漁民啊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而且呢 這一次府方就是定調說 這一次的兵推呢 只是年度計劃性的兵推而已 但是我們要看到呢 這一次的兵推啊 選在平常的一個上班日的時間喔 甚至呢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了 馬英九總統搭上的這一輛 也是國造的雲爆甲車呢 這時間點還是在上午的十一點 也就是呢 這交通最巔峰的時間 甚至呢 他還一路從總統府啊 經過這個中山南路 而且一路來到中山北路 然後呢 再來到這國家的 政軍的指揮中心 而這一路上當然就是有交通管制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其實也引發非常多 用路人的一個反彈 而且甚至是批評說 這樣的狀況封路啊 而且你什麼時間 不好好去兵推 非得要在這交通的一個 巔峰時間來兵推嗎 根本就是擾民啊 甚至我們還看到 綠營的立委啊 柯建民還說了 這麼一句話來調侃 他說啊 哎呀 反正現在馬英九總統啊 做什麼事誰都無法理解嘛 而這一句話呢 其實聽起來很酸沒有錯 但是呢 不只是在質疑說 為什麼這一次府方 甚至國安會 非得要跳在這交通的巔峰時間 來交通管制 甚至做一個兵推 而且要質疑說 如果這一次的兵推 你都已經講說 是針對所謂的東海 還有針對所謂的南海 來假想說 如果發生衝突的話 要來兵推嘛 但是呢 你又告訴大家說 是跟這個台海的 台飛的爭議是沒有關係的 那到底又是為了哪一樁呢 好來 瓜姐 我們先談一個 跟這個有關 今天我看了一個蠻難過的新聞 菲律賓的調查團 下到我們台灣了 他說要求什麼 要解剖紅石層老先生的這個屍體 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可能 華裔是他什麼 有用藥或者吸毒 才會去衝撞他們的車子 衝撞他們那個船 我們就跟他講 他那個公路船那麼大 我們的這麼小 而且討不來不及 怎麼去衝撞他 怎麼可以含血噴層 所以我們紅老先生 可能是吸毒 可能是吃藥 這東西要嚴正的去抗議 馬中央要去做這個事情 包括昨天 立環邀總統府的代表去 邀這個國安會去 怎麼責任全部都推到外交部 為什麼沒有去呢 包括今天 你說針對南海這個事情 酷衣的這個事情 你要兵推就好好推 你帶一個什麼銀報車 還在兼風的時間 那麼多人的時候 去影響交通做什麼呢 其實我今天特別了解了一樣 各中的內幕 你會定位成什麼 這是一個作秀 而且這是搞笑 那你看馬英九那個身影 像不像辦家家酒 第一個 我們的兵推 基本上延續 漢光演習而來的 漢光演習之後也有兵推 兩年一次 所以是09年11年跟今年2013年 那原本國防大學 他們想定是什麼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 洪詩城老先生 這個菲律賓這個事情 那時候想定是說 因為我們的年金改革 金工教不滿 所以老共趁序而入 里應外合 所以用輿論戰 造成我們這整個 國防空虛 所以他們趁序而入 所以我們想定是這個 那後來呢 南海這個風雲 已經發生這個爭議了 那所以才臨時把它加進來 臨時把它加進來 那你拖進了南海的這個爭議 你就不得不照顧東海 所以東海南海 但是我們東海這塊 並沒有做想定 為什麼 因為怕釣魚台事件 扯到中共 我們要迴避中國 那所以變成南海這個 作為一個想定 而且分兩部分 然後下半部分是比較離譜的 你知道我們下午他們在幹什麼 在推演說如果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發言體系怎麼運作 好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會有我們去年 才國造成軍的這個雲爆假車 竟然在我們的大馬路上 堂而皇之沒有任何的掩護 然後我們的馬英九還大蠟 還嗨 那一堆官官客 還在那邊 接鋒時客 學生在那邊經過說 你們閃開 好 這些就是老柯所講的 他所做的事情 誰都無法理解 因為 原本這個雲爆假車 應該放在我們舊的那個遠東百貨 就是所謂的國軍英雄王附近 那個202的指揮 指揮部 那結果呢 因為他的這個雲爆假車 阿扁那時代還沒有 還沒有照出來 這個雲爆假車 是進不了202的指揮部 是因為太大了 所以他是放在那個福星營區 就是在大直那邊 所以變成說 你要這個兵推的時候 他從大直 就開到總統府 再把馬總統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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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他贏到這個大直要塞區裡面的 橫山指揮所 那你不覺得很離譜嗎 我們這個 如果是對抗中共的 過去的這個兵論 大部分都是這樣 他們要斬首嘛 我們要反斬首 結果我們今天這個萬軍計畫裡面 這個萬軍車 加上我們的萬軍計畫裡面的 我們的三軍團團 我們的總統 他竟然大啦啦啦啦 穿個西裝 我記得他進去的時候 我看電視他跟他們洗洗臉 好像喔 我真的展現我三軍團團的熊鵬 我咚咚咚咚 那個指指點點 指揮來指揮去 就進去 他不知道他搞笑了 而且第三個 我想蘋果日報有提到 你的這個兵推想定 你總統進去的吧 橫山指揮是作戰指揮中心 一切都視同作戰了 那你的副總統 你竟然沒有在這個所謂的 你們的想定 或者說你們的兵推當中 那副總統當你進了 這個總統進了指揮 他們說那我要做什麼 我跟其他行政體系 我們要做什麼 對 那這個完全是荒腔走板 那所以我就說喔 要就好好做 做了就不用鬧笑話 你不覺得我們這個科稅總統 或我們講說這個水母總統 他老是在做一些 我們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最後 你想想看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軍演 這不是軍演 阿蘇是武漁 可是呢 5月15號 我們的這個孫 次長 他所講的 就是個軍演 軍方十天後 才跟著馬總統說 不是軍演 你們怎麼這麼講成軍演 是呼籲新聞稿 才把它改過來 你不覺得這一切都荒腔走板 我最近看了一些書 是提到南海的 09年的時候 印尼 就東協國家 他們跟美國有一個 金刺大鵬盾牌的一個演習 然後我曾經講過 今年4月 美飛之間有一個 例行的 肩並肩的軍演 東協的國家都這樣子 那何況南海裡面 最大一個島 太平島還是我們的 結果你互釣魚台 你跑到彭嘉宇 你互南海 在那邊搞這個 搞笑兵推 你不覺得 就我們政府 這個跟我們剛剛談經濟一樣 問號問號問號 大問號裡面有小問號 不過這個有軍事專家講說 本來美國建議的是說 兩天一夜是最完整的兵推 就建議說 假設總統不信訓職的話 那副總統能做什麼 那可能馬總統這一點他比較在意 可是我不懂的是說 那你假設是 東海或者是南海發生的這個軍事衝突嗎 那為什麼我們的 應該是海上軍演 反而變成了護瑜 然後呢 這個操演呢 變成跑到了這個馬路邊 坐著這個裝甲車游大街 這是一個 真的很奇怪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總統參加兵推 我想陳水扁也做過 那陳水扁的時代呢 如果大家印象沒有錯的話 陳水扁是在清晨 是在清晨 也就是說 是在早上五點出發 他並沒有 他的路徑其實是類似的 是從總統府出發 然後呢 到了這個橫山指揮所 而且那次兵推 呂秀蓮也是參與的 是 因為那是整個政府機制 萬一面對了 所謂的敵軍攻擊的時候 或者是斬首行動的時候 好 那你如何維持政府的運作 當然陳水扁的時代的想定的敵人 是來自於北京嘛 我想馬英九從來不把北京當敵人 所以自然而然這個兵推 他以前不推 那現在要推 那自然而然北京也不是敵人 所以想到的是 哎呀 剛好菲律賓嘛 但是你看一個兵推 怎麼會搞得上笑話呢 你記不記得上次的漢光演習 我們這個我們的軍艦卡彈 連人在北京的這些軍事專家 他們中國政府的軍事專家 都在笑 說你們這簡直是把軍演當兒戲 你不覺得嗎 人家這樣子都已經點出 你這個馬英九你把軍演當兒戲啊 這一次又來了 你不覺得整個過程 你會發現他的規劃是哩哩哩哩哩 你怎麼會在上班時間 尖峰時間在玩著兵推呢 你要知道 只要他這個戰車一出動 他附近是塞車的 更何況 他還要讓光光客去照相 是 他只差沒揮手了 是啊 有時候真的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剛剛光前講說 他們還推的 他們還一個推 還推一個小推 就是推什麼 推說這個萬一 這個發生事情的時候 發言人要怎麼辦 那就叫李嘉菲寫字條就好了 飛 我跟你講很有力量 我跟你講現在飛那個字條 是非常有力量的 對 所以 不需要什麼發言體系 就是一個 總統說 這個現在要怎麼樣 飛 我告訴你 所有人言出必行 就覺得聽這個話 所以不需要去訓練發言人 我們發言人用字條就可以了 我只能說 我還是看到還是笑話 馬英九在菲律賓的整個事件到現在 他並沒有扮演好一個總統的角色 甚至讓菲律賓的檢察官到這邊再大放厥詞 說你們洪士誠吃藥 喝酒 你不明奇妙到幾點 如果中華英國 明明就沒有去中藥傳 他說我們吃了藥或什麼 那我們 我們的人去看他的錄影帶 還說什麼保密 保密協議 不能講 還得穿菲律賓衫 到底誰是被害人 那感覺起來 這真的是台灣矮一節啊 是啊 所以馬先生 你這個舞台你沒有表演好 好了 你自己創造了一個520去 去這個所謂房災中心 也是你的舞台 你自己搭的舞台 結果自己打瞌睡 然後那個非字條 就從此很有名 對不對 導致李嘉賓好像最近比較不出來 是不是都在寫字條 我就不曉得了 但是你看今天又是他自己搭的舞台喔 結果又是一陣亂演 這是一場秀 但是是秀得非常難看 你會覺得這個秀整個邏輯是怪的 這個整個兵推的邏輯是怪的 好 我們再來看馬英九 這政府的他執政到現在的邏輯 有正確過嗎 我拿的是去年12月 12月10號 馬英九接受工商時報專訪 他所提到的內容 當時馬英九講強調四步喔 哪四步我唸給各位聽 他說 證所稅不會緩徵 這是他的一步 證交稅不會調降 電價調整 明年10月不會再延 油價不再動漲 四步講得好硬喔 結果證所稅現在是怎樣 證所稅現在拿到8500點屋頂 而且是等於是不增了 10億元以上才開始增 就基本上就等於是不增了啦 就是不要證所稅了 結果馬英九 對照以前馬英九自己才講的12月底 去年12月10號耶 他自己講的這個證所稅不會緩徵 所以我告訴各位 店價會不會10月份不漲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因為馬先生這個人的邏輯是變來變去的 但是我在想 一個總統 自己想四個絕對 四步的 自己都可以推翻 證所稅已經自己推翻了嘛 那既然證所稅可以推翻 為什麼店價 10月份你要非漲不可 當然可以推翻 所以一個總統令出 但是卻無信 民無信不利啊 這就是馬英九現在給人民的一個 一個印象 就是這個人講話不守信用 這個人講話前後顛倒 這個人沒有能力 這個人拼經濟沒辦法 扮演總統也沒辦法 振興國格也沒辦法 有時候真覺得 這個人如果真的在領導台灣三年 我想台灣的經濟真的不但經濟會垮台 連政治都會垮台 政府其實 這個從這邊突顯到政府的 對於這樣的危機的應變能力不足 是 政府本來平常就應該要操演 所以以兵推來講 為什麼要兵推 兵推不是只有說 我們可能面對軍事威脅的時候要兵推 任何一個政府單位 從大到小 甚至一個鄉公所 他平常就應該做推演 他應該假設各種狀況 狀況到的時候我怎麼辦 然後你所謂的平常這個操演 必須要盡量的符合現實的狀況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政府 做了太多的表面功夫 做了太多的表演 所以你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手足無措 你根本不曉得怎麼辦 我們看這個兵推 其實我覺得這個兵推 其實有三大荒謬 這樣的一個兵推 我們看了剛才這個兵推 第一個荒謬就是 這個根本就不是兵推 怎麼講呢 我們剛才講說 兵推其實跟演習一樣 它要盡量的符合現實的狀況 所以 當真實的狀況來的時候 你不會有準備的 你不會說 我已經知道說 哪一天啊 人家一個飛彈要打過來 或者哪一天啊 這個時候會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哪一天這個釣魚台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的 所以兵推是人家下狀況 下了狀況之後 你要開始去根據你自己扮演的角色 你是國防部長 你就要去處理 國防部要扮演 要處理的事情 你是總統 總統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為什麼要在指揮所 我們回到這個當初 為什麼要在指揮所 因為有可能 會被軍事攻擊 就是我總統府啊 我這個台灣本島 有可能被攻擊 所以我要躲到這個指揮所去 在指揮所一個被保護的一個狀態 我在那邊下達命令 在那邊保持政府的運作 所以為什麼會有總統帶著首長 在這個政軍指揮所 然後副總統帶著副首長 在第二指揮所 因為怕總統所在這個指揮所被攻擊了 他們都死了 沒有辦法發揮功能了 所以我第二個副總統帶領的這個 這個副首長要馬上發 要產生功能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今天這樣一個想定的狀況是什麼 東海的釣魚台發生區域的軍事衝突了 南海的太平島發生衝突了 我們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說 釣魚台發生衝突 台灣本島會被攻擊嗎 會發生戰爭嗎 太平島發生攻擊 會發生戰爭嗎 大概是不會吧 所以我們看到 菲律賓這次的廣大新的事件 總統有跑去指揮所嗎 沒有了他就在總統府啊 所以今天為什麼 過去的兵推要進入指揮所 是因為台灣被攻擊的 想定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 台灣最有可能被誰攻擊 台灣本島 就是中國大陸嘛 所以為什麼會用中國大陸作為假想敵 去想定那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第一個荒謬 你如果只是因為東海南海發生衝突 我要用外交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為什麼要跑到指揮所去 因為台灣不會被攻擊嘛 所以你這個第一個 這個就是荒謬的一個兵推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好 那總統為什麼要坐雲爆車 如果不會有軍事危險的話 你為什麼要坐雲爆車 跑到一個指揮所 班集會 是要用外交手段解決門 所以會令去年快樂 為什麽 但請到馬開 完全沒注目了 右轉我們